男子開門走進當鋪 從身上拔下一條金項鍊 說是哥哥送的禮物 想要周轉 交付給當鋪人員後 他還一排輕鬆 衣服拉起來 在一旁走來走去 金項鍊秤重2.25兩 大約價值10萬 但火燒檢驗 卻發現有一點怪怪的 走進來的時候還沒拿下來 我就看他那個 項鍊的勾環的地方 他有點脫色 有點銀色的成分在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拿下來拿在手上 說重量又覺得不對 300度以上的噴槍 對著金項鍊猛燒 項鍊都已經被燒到火紅 一分多鐘後 鏡頭拉近一看 山寨金項鍊果然現形 扁扁叼腳顏色變了 原來是混雜了其他金屬 不耐高溫浮了出來 而下方還出現不少氣泡 這也是假黃金的特徵 冒泡然後吐出一些 那個不是黃金的重金屬 一般黃金他不會燒成這樣子 對他再怎麼燒也是紅色的而已 想拿假金項鍊 典當詐騙 這名男子等待時 完全不知道已經被揭穿 居然還大啦啦趴在桌上睡著了 特徵是操著流利台語 身高大約175公分 自稱經營飾品加工 而頭髮兩側 有著明顯白髮 由於假金項鍊加工不易 懷疑根本是假金集團 年關前鎖定當鋪犯案 也就恐怕要睜大眼睛 避免被大學一筆 記者葉偉林 都市委王英竹 桃園採訪報導